一次惊艳的舞台呈现 一生我爱你的真情流露 感觉温度 点亮一方舞台 童真志趣 释放纯真能量 重新出发 满目精彩 尽在非常6加1春节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奶 小的鲜鱼 多少的鲜鱼 多少的寒冒带风 我刚才会一样 鲜鱼的墙 爱见着我的成长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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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年华来自春天的歌唱 我又来自蓝红的能量 让这世界也好想要 多少的心力 多少的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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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 年华来自春天的歌唱 我又来自穿着的能量 让这世界也好想要 我又来自豪 你现在收看的是 《非诚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奶 大家好 我是王琼 大家好 我是琼琼 每一期节目呢 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看到 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小朋友 小不点 在我们节目当中 带来精彩的才艺展示 同时他还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他们有趣的成长经历 和感人的成长故事 没错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不是自夸 我们节目当中充满了灰险 充满了幽默 因为有你 那当然充满了激情 因为有你 充满了温暖 充满了正能量 充满了统气 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还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我们非常帮帮团的两位 来为大家介绍 今天的第一位 如琴老师 欢迎您 欢迎如老师 如琴老师是 中国少年儿童 西门出版总社首席的教育专家 曾经获得联合国颁发的 支持儿童杰出成就奖 被全国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 亲切地称为 知心姐姐 再一次掌声送给如琴老师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来介绍一下第二 第二位吧 通常我们都属于是 非常爸爸的代表 对 这我应该怎么介绍啊 这不认得吗 不是 这我 这是聪明又聪明 机灵又机灵的 阿凡提大叔 哦 天哪 掌声送给阿凡提大叔 大家好 我是阿凡提 一路走来 一路唱呀 快乐的歌声传万里 一路走来 一路唱呀 快乐的歌声 传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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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万里 嗨 嗨 嗨 你是老方 我骗你 歌声真的很棒 但是我还是猜不透 看不明白 这是哪位呀这是 喂喂喂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我真是不认识你 我是聪明善良 真诚的阿凡提 我的名字叫 王洪伟 哦 天哪 我的天哪 王老师啊 我们一直在舞台上 看到王洪伟老师 都是给我们唱来那种 大气旁播的歌曲 对对 这今天扮成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您要扮成这样的 对呀 王老师 是这样的 上个月呢 我在国家大剧院 演了一部歌剧 这个歌剧的名字 就叫阿凡提 那么我呢 就在这个剧中 出演阿凡提的角色 所以今天呢 给大家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个 出场的形式 带着我的行头 带着我的歌声 带着我的祝福 来到这里 我再次掌声送给 我们今天的非常爸爸 王洪伟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哇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小不点 闪亮 董传 来 你好 董哥好 姐姐好 弟弟好 来来宝贝 来 帅多了 帅多了 来 这位拿奶瓶的小朋友 是谁 咱仨应该横影 幸福的一家三口 我们先来认识 这位小朋友 来吧 你先跟我们说说吧 你叫什么名字呀 说这句 我知道了 他让你再说一遍这句话 说这句 说这句 那你叫什么名字 孙子俊 我再说一遍 我说的就是这句 你叫什么名字 孙子俊 不是 你这问的不清楚 我认识 你叫孙震军 是吗 俊俊俊 俊俊俊 是吗 孙子俊 你说错了 对不起 我把你的名字说错了 伯伯你叫什么 孙震 孙子俊 对吗 俊 你也听不懂 如普通发 你这是普通发呀 你听不懂啦 你听不懂啦 北京发 北京发 不就不是普通发 再看你这样 你跟我们讲讲 你几岁了 三岁 这随时可以这么长 三岁 三岁 那你连着说一下 你数什么的呀 舍 数什么 舍 我知道 数舍 那我能问一下吗 为什么今天 都上台了 还拿着奶瓶 这是什么情况 小爷说 我答的就 给我喝一口牛奶 你往那边看 如秦奶奶 见了奶奶 平时都怎么打招呼 说什么呀 奶奶你好漂亮呀 哎呀 奶奶你好漂亮 那旁边的阿法迪叔叔 阿法迪爷爷你好帅呀 知道胡子长的叫爷爷 夸了奶奶了 夸了阿法迪叔叔了 你再往这儿看 你觉得我怎么样 长的 我不知道 我跟你说 就你这 你这掌上 属于 无法形容 不是 我怎么 他没听清楚 拜拜 你这样 你别着急 怎么了 你对人家了解吗 我不了解啊 对呀 你对人家不了解 你上来就随便 你了解 你了解 对 是的 我了解 所以 所以你知道人家平时 我们小孙同学 最喜欢上什么地儿去玩吗 我当然知道了 超市 超市呀 你不 我先没问题 你就平时这么爱大下茬吗 我刚才 你爱去超市玩啊 我第一次听说 那都是我爸我妈 我爷爷奶奶去的地儿 可以 那我考考你吧 你别说爱去超市玩 你就能把超市里卖的 这些菜 你能给我说出一样样来 可以 啊 你只要说出来 我就让你喝口奶 好 奶 说 从菜开始 从菜开始啊 有什么菜 包菜 包菜 雪橘菜 花菜 七辣花 哇 我觉得你搜了 红萝卜萝卜 白萝卜 搜了 我觉得你搜 还没说完你也不写 我说完你再说 我爷爷你不要老打岔 你不能打扰我的 我说完才能打扰你 你才能打扰我 他可没有礼貌 还有是 还有是 苹果 虾 蝦 还有 那就不叫生态了 刷牌 豆 家囊 喝 是那个 呃 是 面包 干 炸糕 人家才三岁 去超市 知道有这么多的菜 多有生活 你太厉害了 而且我跟你说 这不叫厉害 我们还认识很多的职业 是不是 是 我不信 那我们接下来就告诉他 你都知道什么样的职业 好不好 好 上道具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就要 任职业 哈哈 这个是 洗茶 职业是抓坏轮的 不会 坏轮不关就抓坏轮 对 抓坏轮就会抓 对 没错 所以我们要做好事 这个是保护我们安全的 是不是 来 那么 这个 这个 宝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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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卫我们安全的 保 保 保 小施 安全 我怪他就 我怪他就不会赶我了 对 对 我不怪他就会赶我了 就你只要守法 人家就不赶 对 看看这个 诶 这个 到 这是什么职业 我 我 我想不起来了 通常 在电视台 这个 职业很重要 好 他叫什么 导演是管轮 走的 也是卖了 卖人 所以我们对待小朋友 也要悉心呵护 不能着急 是不是 那 诶 我再问问你 我们旁边那个阿凡提大叔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他是骑驴的 还骑驴的 那要是按你这个逻辑来说 你说 阿凡提大叔在孩子的心目当中是骑驴的 那么请问张国老是什么 张国老是倒骑驴的 正确 我们这些职业 老程在你三岁的时候你知道哪个职业 我三岁的时候我跟你说我目前还在床上尿炕 这些职业我真不认识 我说实话 我认识 所以说你厉害呀 除了这你还有什么本事 我们除了认职业 我们还会认标志 是不是 是 我手上这个你认识是吗 你认识吗 口律的 就去 口的停律的 行过马路左右号 不在路上跑和玩 哎呦 漂亮 这个呢 这个认识吗 就110 几啥抓冷水呀 打110 遇到困难 遇到坏人 110 继续 这个 119 是火 找火了呀 打119呢 有什么自己就要打119呢 哦 哈哈哈 我跟你说老方 我个人认为 这孩子长大以后 两个职业适合她 第一个是我们主持人 太能说 第二个是什么 知道吗 律师 你对你解解渴吧你啊 解解渴 我们有俩悲牛奶 你等会 那时我给他喝了 我跟他一块做节目 我现在发现 我也得来一瓶 小郭 把哥的大瓶子水拿上来 你以为就你有 我以为比你还大的 看见了吗 我这小的 你是大的 你也喝 你也喝 我喝 喝好了 水逢知己 千杯少 牛奶知己 千杯多 哈哈哈哈 奶奶 我交给你 我对付不了她了 奶奶 我的天子 我教我 奶奶救我呀 爷爷你帮我吧 奶奶你说诗 你出句诗 你说上句 他说下句 我没办法了 朝辞白地 采荫间 千里 嫁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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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要报警了 你要报警 我就一手师妹答对 你要报警 那你这样 你说一手 你考考他 我考考你 你已经考住他了 我还没说 你又讲他了 我跟你说 你叫这样的话 我叫保安了 我就叫保安 你再这样不听话 我叫保安了 我就叫保安 我把你抓住 我就载110 那我叫导演了 你不能叫导演 我叫导演 求求你了 我们保安导演 我要走 不要不要来 不能来 我来我来 我来阻止你看 那你这样 你说上一句 让程程哥哥先下一句 土和日大物 你笔下可不知道 汉地和夏土 对吗 随机查中章 你不知道 历历皆辛苦 对吗 对 奖励你喝口水 咱请下一盘 那喝口水 咱俩互相搅拱一下 行吧 互相搅拱一下 我喝完了 我也喝完了 你喝完了 来 这 谢谢阿姨 不客气 阿姨 他叫姐姐 没关系 叫啥东西 那我叫导演了 不叫姐姐 姐姐 我还没收紧 我现在准备好 你再 我说完 他叫阿姨 还叫姐姐 谢谢姐姐 不客气 你那导演这么好使了 来 接下来我们要为他们再展示其他的 我们唱歌还很厉害 晨晨哥哥 这么大岁数就会唱一首歌 小燕子 你会唱吗 传华仪 你 你 我说下一句 你说下一句 你们两个说下一句 你小会儿 我不说下一句了 我累死了 我找一个外援 我跟你说一句 哥们 是小手拍拍 我要是 你要再说话 我就叫导演了 不许说话 我叫导演了 你不能叫导演 我要再说话 我就叫导演了 不要 我还没说 你不能叫 你已经不说话了吗宝贝 好 那我叫一个外援过来一起 来比赛行吗 好 好啊 来吧 红衣老师您来吧 哎呀 这个可爱的小朋友 你太好玩了 我听不懂话 你说普通 放我台梯的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好 说的一般般啦 那咱们就唱歌吧 行吗 好 好 他帅首歌 我帅首歌 你帅首歌 好 我看这首你会不会 嗯 阿凡提大树动一动脑筋唱一个 没有花香 没有首歌 当一下 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 臭不寂寞 臭不寂寞 臭不忘了 臭不忘了 到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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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颗 你看我的伙伴便起天涯海角 都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 对了 那是一颗虽数的大 şart 你帅首歌 那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 您只能够受冲 百年 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 黄露我现在 你不愉快 呃 到不下了 我拉过 到不下了 风吹一道花 到不下了 到不下了 我家教的 到不下了 阿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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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不下了 尽管了少宗的好子 到不下了 扭车到眼 少礼拜 我跟你说 小孙同学 我们都看到了 你表现得都特别棒 我们特想问问卢奶奶 这样的小朋友太厉害了 您看到他以后 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孩子是个超长儿童 这个超长儿童呢 有几个特点 第一 他就是思维敏捷 你看刚才和你们 对话中他的表现得非常的敏捷 而且非常的准确 这是超长儿童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第二个是记忆力强 过目不忘的 他这些东西人家教他 我估计不是反复在教 可能看到他就记住了 第三个就是好奇心强 他对所有的新鲜的东西 都很感兴趣 还有一点就是他有创造性 这个超长儿童呢 他的创造性是将来国家最需要的 我觉得爸爸妈妈要好好培养他 正常培养他 给他很好的良好的行为习惯 将来走进学校呢 能够在行为习惯方面 跟大家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其他我觉得将来可以到超长儿童学校去 好 谢谢卢奶奶 谢谢王老师 所以我们也提醒 这样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要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给他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环境 好好地保护你 让你好好成长 好了 那今天你的大能耐 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准备好了 开始之前咱们就喝口奶 已经表现这么多了 我们都期待你的大能耐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展示 准备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小孙同学的小点大能耐 好了 接下来到了 我们小孙同学大能耐展示的时间了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 在我们身后 有好多好多国家的国旗 那我们小孙同学 可以看到国旗 就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 你跟大家说 你认识多少个国家的国旗和国徽 三百个国旗 三百个国徽 哇 接下来我跟你说 我不服气了 我考考他好不好 你先考 我先来考好吧 你这样你先挑你不认识的 我不认识的 我这都不认识 都不认识 我随便 我挑一进 我挑一进 再来这样 咱们让晨晨哥哥挑 晨晨哥哥挑完以后 你就告诉他 这是哪个国家的国旗 好不好 这是马拉维 马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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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马拉维 好棒 我再来一个 我来这个 毛里塔尼亚 这个是毛里塔尼亚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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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棒 再来最后一个 再来最后一个 来 这个吧 这个是 告诉大家 塞普洛森 塞普洛森 哦 真的 我们女主妻奶奶 好不好 奶奶 咱们每人出三个题 来 看这个 这个 中国 中国 中国的全称叫什么 中国的全称叫什么 中华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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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龙是哪个国家 祝福大 好吧 哇 这个是哪个国家 赌底根 来看一下对不对 3 2 1 哇 赌底根 太棒了 谢谢龙奶奶 继续来 王老师 可爱的神童 我已经无语了 阿凡提大叔也被你所吸引 来 国家 这个是哪个国家的 卡沙尼亚 我来看 我撕下 赶紧撕下来 我看看 对不对啊 我来 正确 对不对 这个是哪个 给我看 我撕 我再看看 这个阿凡提大叔 好像没见过 文莱 文莱 看看是不是 文莱 真的 谢谢王老师 小神童 太棒了 好 接下来 我们难度升级 我们将要任国辉 我们现场 所有的观众朋友 美人手上有一个图板 这是不同的国家的国灰 那么接下来 我们随便点 好不好 不能说随便的 不能说 不能随便 是吗 好 我们让诚诚哥哥 到观众席当中 这边啊 然后问你哪个国会 看你能不能说对 好不好 好 我来了啊 宝贝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这个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对吗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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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姐 达特阿拉伯 张晋 张晋 真棒 真棒 这个 阿姨 来 亦度尼西亚 亦度尼西亚 张晋 好棒啊 大家掌声送给小朋友 好吗 我们年仅三岁的孙震俊 不仅认识职业 认识标志 会背鼓师 会唱歌 还认识200多国家的 国旗和国徽 真的是小不点 大能耐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他 好棒 你知道吗 我真觉得 我跟这小孩一比啊 你都这把年纪了 他会的你都不会 我都汗颜 我真的说实话 咱们《非诚6加1》 真的了不起 能够把这么多 小不点大能耐 请到我们节目当中 大家来认识 我的天哪 太长见识了 所以我相信 电视期间 有很多的爸爸妈妈 也想让自己家的小不点 走到我们 《非诚6加1》的舞台上 那报名方式呢 非常简单 你可以关注我们 《非诚6加1》的 官方网站和 官方的微信平台 里面呢 有报名方式 当然也有我们 《非诚6加1》的 很多近况信息 希望电视期前呢 各位观众朋友们 踊跃报名 在这里 我们等着各位 好了 继续让我们有请 下一位小不点 闪亮登场 有请 欢迎你 我介绍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 我叫苏米莎 今年七岁 苏米莎 七岁 你来自哪儿啊 能跟我们说吗 来自隋芬河 隋芬河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 隋芬河 但是我觉得你长得 好像 有那么一点点 你是因为 混血小朋友吗 是 你爸爸是哪里人 爸爸是中国人 妈妈是俄罗斯人 自己是俄罗斯人 那你几岁来的中国呀 两岁来的中国 已经七岁了 来中国五年了 是吗 大侠今天看到了 穿这身衣服 我会骗你 凭我多年的经验 我一看你这身衣服 我就知道 你是个习武之人吧 你这学武术 学了多长时间了 怎么就想起来 要学武术了呢 学武术 特别是我这种 只动手 不动口的人 看人家这性格 只动手 不动口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今天就要跟你切磋 切磋 这诚诚哥哥呀 我必须得给你铺垫两句 你教我人做 那也是 戏曲八年科班出身 想当年作为一名武生演员 那功夫也是港港的 跟大家说说当年你的工作 当年前腿一踢在这 旁腿一踢在这 后腿一踢 啪 搭到前面 你这样 斯米莎 你练一段 你让诚诚哥哥来学学 行吗 行 好 来 斯米莎 好 走 上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刚才练的是什么 这叫拳法 而我擅长的是什么 刀枪剑几辱 冰刃 对吗 我是冰刃 不是我不想练 是我们现场并没有冰刃 我是英雄无用品之地 有 有 有 我们有冰刃吗 有吗 没有吧 能说吗 不是他要 这个叫剑 跟你讲 要给大家普及一下 剑乃任中之君 兵器中之王者也 最能练就剑术的人 代表内心深处 有着刚强的气质 所以接下来 我在这个舞台上 耍个剑 来 好好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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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中之君 苏mir海益 你觉得这首歌表面真是什么很难 你发演得怎么样 我不服 咱再来一轮 上姐姐 上什么 姐姐 上姐姐 18万兵人当中 怎么会有姐姐这种兵器呢 我们瞧瞧姐姐是什么武器 上姐姐 来 好多让姐姐 你好 你好姐姐 欢迎你 你好 来 请坐 来 姐姐 请问一下 道歉这些服务 勾插边紧垂扎 姐姐是哪一类啊 你不觉得姐姐上来 她的笑容就很有感染力和杀伤力吗 真的 咱们先认识一下姐姐 姐姐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大家好 我叫苏丰如 今年已经11岁了 叫苏丰如是吗 你这衣服真的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好漂亮哦 你光看到的是外在 我能问一下吗 你11岁你有多高了呀 你看 这不是外在是什么 他11岁的个子怎么就长这么高 已经1米65了 对 谁家的小孩11岁1米65 来来来 请坐 而且关键是我还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你这个中文真的说得很好 所以人家这基因好 个子高 中文也讲得好 刚才弟弟说了 他不服 跟诚诚哥哥比赛 他说我还有更厉害的 我上姐姐 关键是他还说了一个 弟弟说了 在家里是动手不动口 对吧 那姐姐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我在家里只动口不动手 光说呀 所以这是亲姐俩吗 你这是光说不动手 是什么意思呀 在家里弟弟总先有刀的很 然后来这里呢 终于可以说个痛快了 终于说个痛快 你想说点什么 比比赛可令吧 大庆音乐 我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实验 戏剧表演专业 作为一名话剧演员 我们就是要从嘴皮子练起 现在我是一名主持人 主持人练的不是别的 基本功就是这张嘴 所以想跟我比嘴 输定了 来 你先给我们来一段 溜溜你的舌头 好 还有 你听陈陈哥哥哥巴拉巴拉说的 其实都挺快的了 挺有难度的了 来 再给他说一遍 妈妈 妈妈 这是什么呀 这是 你饶了我 别多翻译一下 这有意思吗 这有它本来的意思吗 还是就是俄罗斯的传统的绕口令呢 但是就是说实来说比较别嘴而已 这是俄罗斯的绕口令是吗 对 对呀 我们说绕口令就没有固定说 但只是没固定 你早说你的脑子这个风光的旋转 或者这中文是什么意思 咱们想不出来 来进入下一个话题吧 进入什么话题 下一个话题 人家表现这么好 你不想见识见识人家的爸爸妈妈吗 像这样的孩子 还有爸爸妈妈呀 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么的天才的 都是应该是天将的呀 爸爸妈妈今儿来了没有啊 来了 在哪儿让我认识人生 会会他们 来有请 苏米莎的爸爸妈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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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这一位 这位是我爱人 这是个活人呐 我以为你旁边 牵上一位芭比娃娃呀 我以为你旁边牵上一位芭比娃娃呀 我以为你家子的颜值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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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你应该是 你好 您好 应该这样吧 你问问人家爸爸 对吧 你应该再低点 再低点 嗯 再来坐坐坐坐 来 请坐 请坐 太上了 幸亏你们上了 就你俩 这千金跟公子 在台上都快把我给折腾疯了 我跟你讲 大事因为有些人不自谅的意思 你这才躲一会儿啊 我说你这才躲一会儿啊 我和他妈在家天天让他俩折 你们在家怎么没地位啊 都折腾11年了 都折腾11年了 爸爸也是来诉苦的是吗 爸爸跟我们说说 自己在家什么地位啊 我儿子在家 是老大 二 我姑娘在家 是老二 媳妇老三 家里还两只 你老四 没有 家里还两只猫 哦 老四老五要猫占领了 我只能排老六 要倒数我老大了 你别说你这书还挺极烈的 哈哈哈 你别看爸爸在这好像看似在抱怨 你看还有俩猫 我他排第六 你看这满脸笑呵呵的 心里不定多美了啊 我能问个实质问题吗 就看到你这一家人往里一坐哈 我内心啊充满了羡慕 请问一下 您是 找到这么漂亮的一位外国夫人 哎 这个怎么说呢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啊 也挺费事 我在俄罗斯工作 在那个城市里吧 有几个家中国公司 有一天我开车 开车出去 出去走一走啊 我就盼着我路边 他和一个中国人在说话 我说哎呀 这中国人是俄语说得这么好吗 走近我一听啊 汉语 所以我一心是这汉语 我把车停下来 当时我就问 问那个中国人 我说他是谁啊 他说他是我们翻译 哦 我说行 等了 晚上下班我进下班吧 这太直接了 我的天啊 说完这句话 妈没搭理我 走了 再给我郁闷呢 你说我怎么办呢 当初就写下来 你走了 我去 当时去了吧 怎么说呢 就是属于说 头几次去 他 怎么跟他说话 他不搭理我 是 这一来二去 反正时间一长了吧 也能找到话说了 我说这样吧 有时间你教教我俄语 因为我俄语不太好 我这样的时候 我再教教你汉语 这样的时候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对 就找了这么一个理由 就时间一长了 就开始了 你闻浪浪的爱情故事了 对 好 那刚才爸爸说了 是因为他的中文非常好 首先是被中文吸引了 到现在我们都没听到你的声音呢 能给我们先做个自我介绍吗 可以 我叫艾利亚 叫艾利亚 对 艾利亚 那我们得问问艾利亚 嫁给一个中国男人 在这个家庭里生活的怎么样 还适用吗 老公对你好不好 挺好 挺好 怎么这么敷衍呢 他爸爸最让你满意的是哪 他爸爸做菜好吃 他爸爸做菜好吃 我跟你说 这个是做做菜 他爸爸对孩子挺好 他爸爸对孩子挺好 对 人家说了爸爸对孩子好 做菜也好吃 他爸爸最拿手的是什么菜 爸爸做什么做最好吃 他叫什么菜 锅包肉 还有爸爸的红烧肉 哦 你看 还有爸爸的红烧肉 那 爸爸跟我们说说吧 这 带着太太回到中国生活 这中国和俄罗斯的生活 肯定会有不同吧 大致都一样 那比如说 因为我觉得俄罗斯俄罗斯的节日 我们中国有中国的节日 那比如遇到过节的时候 你们家怎么过呀 要这样吧 咱看下小圈 因为他当时就是 导演组也到我们家去拍摄了 就是我们家过新年的这个镜头 因为这里边都有 看一下说法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奇 来看看 赶紧人 赶紧人 走了 快点 云达和圣丹 对我们家来说 可是个大日子 这一天所有的商铺大减价 全家出动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买买买 我们这个海鲜一条街最热闹 到处都是卖大马哈鱼和大螃蟹的 这约多搞了 你跟他比加个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哎呀 爸爸妈妈负责买 我只负责玩 We won't go until we get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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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植圣诞树 是我和姐姐最爱做的 一上手就停不下来 We won't go until we get some We won't go until we get some So bring some out here 怎么样 还不错吧 We won't go until we get some We won't go until we get some 才是今天的重头戏 老爸老妈是我家的大厨 大鞋腿是我最爱吃的 又又多又嫩 都说好饭不怕晚 盛南大餐都是很晚才吃 有点像中国的年夜饭 终于快要好了 我都闻点味儿了 我好饿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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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变你 看完之后我感触颇深的 这一到过年桌子上 我看见不着其他的肉 全是海底都活 全是海货 全是海鲜的 哦 这个因为什么呢 我们住在那个城市 它属于说是口岸城市 离就是俄罗斯的海山威非常近 海山威属于说什么城市呢 是三面环海 然后每到冬天 就是过节的时候吧 就是俄罗斯的海鲜 大批量都涌进到中国了 什么海鲜都有 非常丰富 你看刚才时钟都九点多了 才开始吃饭 所以也像中国说我们吃年夜饭的时候 根本就不怕晚 好饭不怕晚 对 好饭不怕晚 面对这么一家人 真的觉得这个家庭特别和谐 特别幸福 真的 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快乐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苏米莎 为我们带来的小不点大能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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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Катюша на высоких берегах крутой Выходила, песню заводила Про степного сизово орла Про того, которого любила Про того, чем письма берила Про того, которого любила Про того, чем письма берила АПЛОДИСМЕНТЫ АПЛОДИСМЕНТЫ ДИНАМИЧНАЯ МУЗЫК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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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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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歌浩瀚子 每天要自强 歌曲难而寒 比太阳更多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面一位小不点闪亮登场 我叫夏小康 是湖南省湘西州古障县第二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我们这儿是苗族和土家族的聚集区 每月农历二十五 集市都会特别热闹 这是我家种的大葱 平常我们吃的话就在这里摘一点 平时我很喜欢唱歌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在最大的舞台上 为妈妈唱首歌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在最大的舞台上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在最大的舞台上 我们坐在最大的舞台上 我们坐在高高的舞台上 我们坐在高高的舞台上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谢谢 谢谢 来 各位棒 来 谢谢 哎呦 歌声真好听 我们骗你 刚才你在唱的时候 我跟放松姐在下面说的 真的用一个词来形容 真的天类之音啊 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向小康 今年12岁半了 来自湖南省夏溪州古障县 你是一个向妹子呀 湖南妹子哦 我还是一个那个苗族妹子呢 苗族妹子 哦 你是苗族啊 啊 别人都说苗族的姑娘啊 能歌善舞啊 没错 所以刚才为什么 我们能听到这歌唱得这么好听 是吗 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吗 是的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哦 那刚才那首歌是 专门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想唱给妈妈的一首歌 是吗 是的 对 妈妈最喜欢这首歌 我也特别爱唱 那我能问个问题吗 啊 那从古障县 然后到北京有多远吗 嗯 那里离张家界挺近的 但是坐火车过来27个小时 17个小时 27个小时 27个小时 我没去过 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 你们古障县有多美 有多好 我们的天眼 美丽的天眼 美丽的天眼 好想欺负的海面 你别说 这首歌好像我们小时候也唱过 真的 但是那时候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脑海里根本想象不出来 这得哪儿才能是这样的样子 所以你一唱就能感受到 刚才小康他们那个小片当中 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 真的他的家乡 就像这个歌声当中唱到的 就是绿色的 宁静的 对 欢乐的 稻田就像看到什么海洋一样 是吧 咱这样 这个王老师 咱们一个叫王大的 那今天叫阿芬提叔叔 对吧 是著名的歌唱家 你想不想听听他对你的点评 想 想吧 我们听听王老师 就是声音要干干净净的 没有任何杂音 这种朴实真挚的感情 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种 繁华的都市里头 好像很难找到 听这样的声音 感觉就让人会 一下会安静下来 非常好 其实我特别想听听王老师 您穿上阿芬提大树这身衣服 唱个跟新疆有关的歌 应该感觉也不一样 给我不唱一首吧 那就来一首吧 我的新疆好地方 天山南北好木茶 隔壁沙滩边两天 继续融化观浓庄 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美丽的田园 我们可爱的家乡 我们美丽的田园 我们可爱的家乡 我们可爱的家乡 谢谢王老师 好听不好听 谢谢 卢老师 您听完他们俩唱歌 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听他唱歌吧 有一种热情洋溢 让你心情很澎湃的一种感觉 我听他唱歌吧 让你心里也很宁静 就像到一个田野 看到那片绿色那种平静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阳光的孩子 后来我想他一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让他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个家庭中 才有这样好的心境 其实我跟卢老师 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真的 我觉得真的 那是我们向往的田园生活 所以我觉得你的生活 肯定是无忧无虑的 生活在那种快乐的 阳光的 悠闲的状态当中 对吧 所以看来很多人都想了解一下 小康他们的家庭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每次爸爸外出打工的时候 就有小康来照顾家里 照顾妈妈 洗衣 买菜 做饭 收拾房间 老板 怎么买的 一块 一块钱是 一块钱是 新鲜了 新鲜的 小康家租住在这栋楼的一层 家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 小康的爸爸是个普通的农民 没有农活的时候 就得出门打零工 妈妈在生小康前 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 年幼的小康 从小就要学着 照顾妈妈 妈妈最爱听她唱歌 她就学着用歌声 安抚妈妈的情绪 妈妈 今天 小康妈妈情绪不太好 看到生人来 就一人 跑到大街上 打你对 妈妈 妈 是的 我妈这些心情不太好 因为早上我叫她的时候 她也没回我 我们一般都是吃豆角 还有白菜那些素菜 一般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才吃那种肉 吃荤的 然后我们过完年之后 一般都是吃素的 饭已经做好 但是小康 一直在等妈妈回来 我希望妈妈的病能够好起来 我希望我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给妈妈唱歌 刚才小康里我们听到小康 第一句话就是说妈妈需要照顾 妈妈需要照顾 那平时都是你来照顾妈妈吗 我和爸爸一起照顾妈妈 爸爸出去打工就由我照顾 那你这么小 今年才12岁多 你能怎么照顾妈妈 能做些什么呢 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 比如洗衣服啊 做些简单的话 饭 还有就是可以给妈妈唱歌 今天妈妈有跟你一起来吗 有 就在台下 我认识一下妈妈 这位是妈妈 妈妈是第一次看到你录节目吗 是的 因为以前身体都不太好 因为身体情况不能来 我把掌声送给妈妈好不好 其实你知道吗 每一个爸爸妈妈都特别骄傲 自己的孩子能够站在舞台上 给大家来演唱 包括表演 刚才你在唱歌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我们场下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都非常的投入 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你妈妈 但是其实她也是非常专注地在看 所以我相信每一个父母的心情 都是一样的 对 女儿在这个舞台上 此时肯定也是妈妈最高兴的时候 那我能问一下 旁边这位是爸爸吗 是的 他就是我爸爸 你知道 你爸爸在看你表演的时候 一直在做着一个特别重要的动作 在支持你知道吗 就你在台上演的时候 刚才我跟方天姐都看到 你爸爸的手艺是在下面 是笔或者这个手势放在这儿 在给你加油 一直都是我们刚才6加1的手势 在给你加油 真的 给你掌声 所以小康说了 来到北京有一个最大的心愿 就是站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 来给爸爸妈妈唱歌 今天爸爸妈妈都在现场 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要给爸爸妈妈唱歌了 是吗 好 唱歌之前 我们也想要卢琴奶奶 再给我们小康一些鼓励 哦 真的没想到 小康是这样一个家庭情况 但是我也非常理解 能唱出这么深情的歌 是心里很有爱的 爱越深 唱的歌越感人 为什么说百善孝为先呢 爱心有的时候 孝心有的时候 真的能感动很多人 古代的 有一个人的妈妈就得了重病 需要用鲜笋 下汤才能治好这个病 他们家很穷 没有钱买 而且大冬天的又没有青笋 怎么办呢 竹笋就跑到竹林去哭泣 他的哭声震撼了大地 突然大地裂开 很多竹笋都出来了 他拿些竹笋煮了汤 治好了妈妈的病 中国的二十四校里 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其实就讲到孝心 能够感天动地的 所以我觉得有小康这样美好的歌声 妈妈的病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谢谢卢老师 那为一样小康 今天唱什么歌 妈妈的吻 是专门唱给妈妈的吗 是的 好 爸爸妈妈都已经准备好了 爸爸已经开始 暗暗地为你鼓掌了 爸爸你还是手笔 我这六加一给他 给他加油好不好 来我们一起做 爸爸也一起 来给女儿加油 我们一起来看 笑想汤的小不点 大能耐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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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小呀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 一百发鼻鼻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难忘怀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多少吻 滚到我那脸上的泪花 滚滚我那幽小的心 妈妈的吻 甜蜜的吻 将我思念到如今 妈妈的吻 甜蜜的吻 叫我思念到如今 要望家乡的小山村 小呀小山村 你那可爱的小燕子 可回了家门 女儿有个小小心愿 小小心愿 再换妈妈一个吻 一个吻 滚干她那四耳的泪花 安抚她那孤独的心 女儿的吻 女儿的吻 春节的吻 愿妈妈的欢喜 女儿的吻 春节的吻 愿她蜿蜒的欢喜 再次感谢小康 为我们带来 这么好听的歌曲 我们也希望小康的妈妈 能够早日地好起来 让这个家庭 能够再次充满欢乐和幸福 好了 那么当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也更希望 有故事 有才艺 有理想的孩子 走进我们的非常6加1 那如果想报名的话 非常简单 登陆我们非常6加1的 官方网站 或者我们的公共微信平台 就可以了解到 我们的报名方式 当然在我们的公共平台当中 也会有很多 关于我们非常6加1的资讯 等你来阅读 好了 继续有请我们下一位小不点 闪亮登场 有请 对 我是 i have a pen i have a apple apple pen i have a pen i have pineapple pineapple pen apple pen pineapple pen apple pen pineapple pen A.F.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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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啊 大家好 我叫荣扬今年九岁了 我来自黑龙江随化 距离模仿武装园街舞学校 这声音好响亮啊 对 一看这小姑娘 那说话干嘛利索脆 那学街舞几年了 我学街舞 两年龄那么一丢丢的世界 我能问一下吗 通常这女孩子 在小的时候 都会学一个什么民族舞呀 芭蕾舞呀 然后显得就是挺挺玉丽的 特别女生 怎么你这上来就学街舞 这是你们家谁 这么支持你学街舞呀 因为我觉得街舞很帅呀 我不这么认为 怎么了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学街舞特别是女孩 那都是表面看女孩 但是内心住着一个小伙子是吗 这人家动作帅了 就成小伙子了吗 我是我们班的女汉子 你真是班里的女汉子吗 我跟你说 我能问一下吗 是先是女汉子才学的街舞 还是学完街舞变成了女汉子 我是先是女汉子才学的街舞 那也就是作为一女汉子 觉得原来跳那样的舞蹈 都没有办法表现自己是吗 对 那接下来我跟你说 我就能问一个很实质的问题了 通常一个女汉子的背后 都会有一个被她反复欺负而不还嘴不还手的男同学 就像我跟你方琴姐姐一样 我就是那个不还嘴不还手的男同学 谁说我是女汉子 我跟你说我是正义的化身 对 你是正义化身 那你这么厉害 你的同学都喜欢跟你玩吗 如果说他愿意跟我一起玩吧 那我就开开心地跟他玩 如果说不跟我玩 那就算了吧 那我问一下你在班里 你在班里真够厉害 但是荣阳 你跟我们说说 为什么你 你是从小就是这样的男孩子性格吗 从小不是 从小不是 那是什么情况 让你后天成为这样的一个性格 因为我妈妈比我柔弱 所以我要强大一点 妈妈柔弱 需要你来强大一点来保护她 妈妈怎么柔弱呀 妈妈比较黏我 我走哪儿她跟哪儿 有时候会躲起来偷偷伤心 那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 你妈妈比较黏你 你走哪儿 妈妈都跟着你 然后还什么会躲起来偷偷伤心 妈妈为什么会躲起来偷偷伤心呢 因为我原来有一个姐姐 听说她后来去世了 之后才邀了我 所以妈妈会对着姐姐的照片 偷偷伤心 哦 那妈妈今天来了吗 妈妈今天来了 那我们能认识一下妈妈吗 可以 你好 你好 请坐 既然大家认识一下 跟我们来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容君华 是她的妈妈 今年44周岁了 刚才孩子说她之前还有一个姐姐是吗 是的 之前有一个跟她差不多大的 然后后来去出去的时候就是车祸就没有 后来之后又有她 跑得多 那平时孩子会问你关于姐姐的事情吗 她有的时候好奇 很好奇问我 然后她每次问我的时候都要跟我说 妈妈我想问你个问题 你不要生气 不要伤心 然后就开始问我说 你看 是我 我漂亮还是姐姐漂亮 是我学习好 还是姐姐学习好 就是她可能带着很多好奇 就是我因为她还小 我觉得没跟她说那么太清楚 但家里发生这样的事 一般人真的是很难接受的 对 后来有了她之后 我和她爸爸真的是就是慢慢地好了很多 家里人也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很感谢她上天送回的宝贝 就能不能这么说 自从家里有了小荣扬的到来之后 就是爸爸妈妈整个的生活就觉得更光明了 跟我希望了 跟我奔头了 原来天是灰的 糖是苦的 现在都不一样了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了 那今天在家有什么想对爸爸妈妈说的呢 不要妈妈开心 我会高兴 我们家三国也会越来越幸福 谢谢你爸爸 但是说到这儿 我真的特想问另外一个问题 妈妈真的能看得出来 特别地依恋这个孩子 但是我想说 这个女儿 中国要长大的那一天 要自立的那一天 包括荣养也是 这么自强的一个姑娘 你会不会有一天担心 她长大了 自立了 她要自立门户的时候的那一天 是 现在就像我这样一家庭的父母 肯定是要跟其他父母 多一些顾虑 就是说 比方说她现在上学 离得我很近 她要去哪儿玩 我也不敢撒手 就比方说她放学家上同学家玩 我说那让同学上咱们家来玩吧 吃着玩 这么都行 这样我觉得 就是哪怕我累一点 我也觉得 我也有在我的事件中 可能这样 对她可能也是有一些压力的 我也是尽量在 释放我自己 把她放开手 让她早点成长起来 其实是因为您自己的 这个经历 对自己内心的压力特别大 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 卢琴老师 听了刚才荣阳妈妈 和我们的对话 您有什么想要 对她妈妈说的吗 放手才能放心 其实妈妈过多的担忧吧 会使孩子有焦虑 其实你孩子根本不用焦虑 她很强大 内心外表都很强大 所以我觉得妈妈 完全可以放心 让孩子去成长 不要因为失去了一个 又把这种失去的痛苦 加在第二个孩子身上 这不公平 是吧 她为什么要除女孩子 为什么要保护妈妈 其实妈妈不需要这样的保护 她应该成为一个 具有刚强的顽强的女孩子 因为她毕竟是个女孩子 她的内心的那种软弱 被她的刚强压住了 这对她的成长不利 所以就像卢老师说的 叫放手才能放心 是 此时此刻就应该 好好享受这种幸福和快乐 对 别再有那么多的压力和思想包袱 对不对 好 你看刚才我们都说了 荣阳能歌善舞 平时在家里最快乐的时候 最高兴的时候 跟妈妈在一起是干什么 唱歌 跟妈妈一起唱歌 那今天 在我们这舞台上 能不能跟妈妈一起 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呢 可以 可以吗妈妈 可以 唱什么歌 今天爸爸不在 就唱个妈妈的话吧 唱个妈妈的话 爸爸不在 唱个妈妈的话 我们一起来清场吧 来 谢谢 我喜欢拥抱着洋娃娃 听见妈妈对着我说话 孩子有一点你会长大 这句话也不会有变化 妈妈说 别理会这世界变得惊人 唯一很确定的就是小春 等到你长大后成熟见过 我的定名要记得穿着 我的定名要记得穿着 我会经常问我的爸爸 怎样的感情不会放假 她说我有一天会长大 这句话也不会有变化 妈妈说 你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 随时要分享要记得看 我和你的感情 要不加分 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 一出来 再见 不快点 不快点 曲곡 有点 快点 不快点 不快点 我们下期到那个 Bongani上 会去哪个美国 完成的 帅庆庆庆庆的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加油 马上开始你的小步点大能耐 好 好 好 如果 话都歹识 从样都被引致 帮来学干自己帮我面子一致 现在准备这场的这个有两次 我要这股脏子穿年证我要面子 是我的方式 感谢一部历史 都为什么别的事 跟着我年轻各自 山有单位高气高 山有单位高气高 和我抓一把重要 付加一点骄傲 訴让你不按 Emmy ー ー -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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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非常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闪亮登场了 小不点深藏大能耐 古灵精怪惹人爱 轮番上阵献童去 合家欢乐笑开眼 这里不仅有精彩菊轮的才艺表演 还有生动温暖的家庭故事 想知道小不点们如何经验全场吗 节目中将为您终于揭晓 小不定的 changed 小不定的 一声 小不定的 小不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